发现这不是他独创的 往东部走 他是有师傅的 就宋楚瑜啊 宋楚瑜拿两种票是游离性很高 而且那种当国民党盘越大 他是属于泛兰嘛 明白 绿的一票都不会投给他嘛 这基本常识嘛政治 简单讲就是原住民嘛 台东花莲嘛 然后以及客家村嘛 这是宋楚瑜最强的地方 他跟宋楚瑜也有切尺万里的关系 是总顾问 当然黄山长也会出一些主意嘛 去嘛 这样挖一两个人 他就有跟了 当那边有跟的时候 那边没跟跟有一点跟 你还记不记得金门马祖 民进党也推个人 有人在去选的时候 就从几百票变几千票 这个很厉害 这玩意你知道吗 当有党的时候 金门也拿得还不错 对 现在金门已经有一点 当选不上 选议员选得上 以前说议员选 民进党议员选金门 议员选 跟他们笑死打死 很多事情就变 像肖美琴到花莲去弄 花莲虽然这么难 可是因为他去 又有一些美感 原住民不可以投国民党的 原住民投原住民 总统就很有用 立委就未必有用 在花莲台东 县长也有用 县长也有用 占了二三十趴 很大那一块票 花莲的族群 客家四分之一 原住民四分之一 我们传统讲的 本省级四分之一 然后这一个所谓的外省级 当时疫苗的也是四分之一 这个是花莲很特别的 我的预测 他进攻了台东花莲的原住民 进攻了这个苗栗的 叫客家村 新竹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而且站到边 那叫做桃园 桃园的结构 也跟你讲的有点像 就都有 桃园客家也多 但闽南 闽南五十 客家跟外省人都二三十趴 原住民少 所以他一定会从族群下手 你等着看吧 柯文哲 所以这个我觉得柯P看到了 这个Grace老师在笑他 乘立法院 我今天不乘立法院了 我走东部总行了吧 有一个议题 因为大五箱要补选 所以柯文哲要去走动 找了这个陈恒忠 从中一直以来都跟柯文哲认识 所以其实这些人选对我来讲 并不是说我总统选完之后 我为了2028之后赶快去布局 走这个所谓这个什么 开始要深耕基层了 陆军陆军 但我觉得还好啦 那重点来了 柯文哲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如果要认真做 今天柯文哲如果真的要朝我们 这个小平议员讲的路线 认真做的话 他怎么会想要去学我们网红 学谁 王一川啊 对啊 他干嘛学王一川去当什么 正正位执行长 对吧 他可能觉得 哇阿川这么红 当正正位执行长 我也要去当 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可以上演那个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 文者的文 青年啦 文艺青年 是青年 不舒服 他们可以办辩论会啊 而且王一川的题目 一直都大家都会背了嘛 他的辩论的第一题就是 白色是不是最容易脏的颜色 这一题柯文哲执行长 请你准备好 毕竟刚柯文哲已经说 他要递他的橄榄枝了嘛 这题没有武德 因为白色很容易长 题目是要且做公正 立足点不公平 那他为什么要持续 兴风作让的原因啊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曲线图 大家要知道这个高峰 这样突出来的2月1号 就是韩国瑜 他这个选上院长的那一天 跟柯文哲 你看声量 其实差了八倍多 然后呢 一直走过来 你会发现 2月5号开议 决定 只是决定开议的日期 韩国瑜又一波高峰 柯文哲都在下面 我跟你讲 他从2月1号那一天 其实跟韩国瑜 已经走上生死交叉 黄金交叉线 韩国瑜就上 为什么 韩国瑜他只要 准时上班 还不一定准 他只要出现 就有新闻 柯文哲要怎样 骑假辣车7点半 到才有新闻 所以其实这个程度 已经差很多了 另外我要讲 就是说 大家知道韩国瑜表现 昨天一遍网友都喊 太离谱了 韩国瑜怎么那么正常 居然会取消 只要林智慧 你看只要韩国瑜 只要正常 只要上班 大家都拍手好棒棒 对你看他昨天 祝大家甜蜜蜜 宋春莲 英文讲得还不错 没有只有 How are you 大家就想说 韩国瑜还会接待外宾 所以你看 这个柯文哲的压力 会非常大 因为他的声量 如果他没有持续的不断 那么他就会没有声量 结果会非常危险 因为我要讲 韩国瑜会用人 柯文哲跟韩国瑜差别在哪 韩国瑜懂得用人 又懂得尊重专业 但是柯文哲把他最亲近 最了解他的女人先砍了 这绝对是韩 柯文哲最 我觉得他这个 应该是最错误的决定 那加上柯文哲对于人事 人事的布局 他都是 有想法 但是他不敢拍板定案 那他不敢拍板定案的 结果就会造成蔡壁如 直接就直接去台中市政府上班 那你要知道 其实一直在2022 2022的这个布局的讨论上 其实一直都在想 要不要在台中中部 也就是左水溪 不要到以南 以南会死得很惨 现在左水溪以北一点点的台中的部分 去开那个所谓中部办公室 但是柯文哲一直都没有去下这个决议 因为中部办公室如果开下去 会以谁为主 以前每一个立委都有负责的选服嘛 蔡壁如就负责这个云林嘉义的 然后他跟台中的又很熟 所以呢 就不愿意设这个地方 连这个也不给 就没有要设啦 他让他设之后 顶多给一些事务费嘛 其他还不是要蔡壁如自己去处理 对啊 连这个也不给 那是蔡壁如对台中 对于白的掌控力 那就如虎添翼 又有如蓝 又在台中有负责一些事 那蔡壁如就老虎长翅膀如虎添翼 那不一样 那柯文哲要选总统的人 这不就是杜亮的问题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回来 讲这个网路声量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 我觉得柯文哲应该要感谢我 因为我也没有新闻 那为什么 我跟你讲 今天战国策的头子 我的前辈 我尊敬的前辈 这个现在是立法委员 他见到行政院院长 他抱怨 他抱怨什么 报告院长我发现 现在有这种叫做策略性的计谋 叫做悔科计划 又来了 又来了 他居然在行政院院长跟你拜会的时候 讲这种话 是他们公司的一个计划之一 还是说 他认为说 他必须 他觉得说这个有新闻 让柯文哲 柯文哲大一看到说 真的有悔科计划 那可能他们的预算才能签过 这样子才会有人叫做贾老二保卫战 所以我是觉得民众党也很奇怪 他们的立委在沟通上 我觉得非常有问题 怎么会跟行政院长讲这个 他可能以为有声量 但他的声量只会存在于什么 可能只存在于讨好柯粉 那其实中间选民 他根本其实就听不懂 好 今天他这个Grace说呢 这个柯文哲有声量 要感谢你 但是呢 你还说他要特别感谢的是蔡壁如 过年期间没有蔡壁如 柯文哲都没新闻啦 今天又有一条大条 除了前几天蔡壁如的专访之外呢 今天有一条新闻讲什么 不知道是谁放出来风声说 本来有考虑给蔡壁如 在党中央 回党中央的 给她的是副主席 兼秘书长的职务 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不过接近蔡壁如的人是说了 蔡壁如其实第一顺位 就是民众党 偏偏柯文哲的个性 迟迟未绝 而卢秀燕又递出了橄榄枝 蔡壁如柯文哲 就会这样渐行渐远吗 我常常讲说 这个蔡壁如 现在是怎么后宫症患 在演到甘露寺修行 但是这个网友都说 这个太老太老了 所以我是在换一个梗啦 蔡壁如现在的角色 比较像年羹摇 她现在真的就是被流放啦 还是很老 还是很老 比较稀吗 比较稀吗 完全没有 下次再换一个 现在这个蔡壁如 跟这个柯文哲的关系 说实在的 就是说在年前的时候 他们那个讨论 确实是有要给蔡壁如 副主席的这个一个位置 那只是说因为副主席 你还要考虑到规章什么的 所以一起在讨论中啦 那今天这个报道是很有趣喔 他是讲说蔡壁 柯文哲在年后的时候 找过蔡壁如 然后蔡壁如呢 是直接跟柯文哲去要说 你要我回来 那我要副主席兼秘书长 今天的报道的方向是这个 那我有稍微去问一下啦 我就说 秘书长还有实权啊 对 但是我问的是说 蔡壁如应该是要给柯文哲 一个软钉子啊 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给我嘛 那你要我回来 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要一个不可能的位置 就让你知难而退 因为秘书长其实是需要人和的 那事实上 蔡壁如 问Grace就知道嘛 蔡壁如在民众党的人和 并没有那么好 虽然说他有一些自己的人嘛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 还是对于蔡壁如是很有维持的 包括他用人也是有一些乱七八糟 有一些me too事件什么的 那所以他就是故意跟柯文哲讲说 好 你要挖回去 我可以 我要副主席跟秘书长 那柯文哲当然这个就圈圈叉叉 不可能 所以确实是两个人 而且我这边在提醒大家 这个在讲一件往事啊 事实上蔡壁如之前有起心动念 要去跟柯文哲选党主席 这是确实 就是坏在这里 吃得雄心抱子胆 因为只有两件事啦 第一个就是说 当时他的这个论文案嘛 被逼退 被高宏安什么什么 就是被逼退 叫辞立法委员嘛 再加上说他也不爽 柯文哲把2022年败选的责任 全部都就是 全部都归咎给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那时候就没送耶 他就跟柯文哲讲说 现在要比是不是 我也可以跟你选当主席 所以那时候才有报一个新闻出来 就说有什么人头党员啊 就有什么500个人头党员 突然入党啊 那时候蔡壁如起心动念 要跟柯文哲去选当主席 所以你看他都想要选当主席了 他怎么会跟你要一个副主席 跟一个秘书长的位置 这是就是说我去还原一下 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 那回过头来现在看起来柯文哲 反正你如果不能为我所用的话 我就把你留放边疆 就黏根摇嘛 反正现在你台中 台中是你要去就让你去啦 那因为现在柯文哲没在怕的原因 是他旁边还有一个黄珊珊 现在黄珊珊 因为大家都讲说蔡壁如是写低子嘛 很好用 会去执行雍正的指令 那现在对于蔡壁如写低子的角色 现在党内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用了 这个人就是黄珊珊 那黄珊珊现在就等于是另外一个写低子 你看而且他当时 你看黄珊珊那时候在这个败选的时候 还有给柯文哲一个爱的抱抱拥抱 反正你要温暖 我可以给你温暖 你要这个我可以乖乖执行你的指令 那反正现在黄珊珊 可以完全替代蔡壁如的角色 所以现在对于柯文哲来讲 那当然蔡壁如 你现在就是黏根摇流放边疆 你现在在那边给我安分一点 但是我最后一件事 我还是用政治渣男 这四个字形容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为什么政治渣男 我觉得黄珊珊也不用高兴太早了 黄珊珊你看到蔡壁如的下场 未来我可以断言 就是黄珊珊就是下一个蔡壁如 反正就是黄珊珊现在 特别是台北市长再选选不好的 你可能看吧 反正黄珊珊现在是得势没错 然后再加上立法院 大部分都是他的人 黄珊珊下一次不会选得比上次好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如果播20他还有多少价值 对不对 选个18%台北市 好大家都在唱吹他嘛 所以黄珊珊可见 一定是下一个蔡壁如 那反正对于柯文哲来讲 那你这个写地址没用了 我下次再换一个写地址回来 得到黄珊珊失事 或是他们两个失和之后 那柯文哲又会再想起 现在在甘露寺修行 蔡壁如好的时候 蔡壁如再回来就好 对对对就会再回来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关系 永远都是很有趣 所以不是真的分手了 现在在藕断失联之中 你要说年根摇也好 或是在甘露寺修行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暂时先先这样 相爱三十年一下分手不容易 相爱相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牙